第四百七十七集 依旧是九游之地的深处 但这个时候四周的黑雾已经消失 地面上是大片大片的暗黑色土地 好像是被鲜血染红的一般 那鲜血染红的土地静静的可怕 这里是亘古明土 可谓是玄黄大世界的最深处 其中有着明神的存在 在很早很早以前 鸿蒙道人的师弟轮回道人 就是亘古明土之中 狄尊诞生的明神修成的大能 至于鸿蒙道人的本体是什么 那谁都不清楚了 亘古明土谁也不知道有多大 安宁祥和 没有了九游之地那种险恶的息息 似乎是所有生灵灵魂的最后归宿 此时方寒 人黄底 星主已经到达了亘古明土之上 脚踏实地 方寒就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心 黄泉图也处于了一种祥和的境界 似乎回到了母体 没有必要会两败俱伤 到时候神族入侵就会难以抗衡 人黄底淡淡地道 你也得到了好处 度化一尊虚仙 可谓是巨大收获 更是帮助了新魔老人一把 此人以后也可以帮助你到很多东西 在说话之间 人黄底突然淡淡一个停顿 新魔老人 出来吧 我们的境界 彼此之间也不需要隐瞒什么 人黄底 虽然经历了大劫 但你的成就会越来越高的 在神族大劫过后 你会进入间界吗 一道黑气从明土中升腾起来 变化成了新魔老人的躯体 玲珑先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人黄底突然问到 新魔老人一愣 他没有料到 人黄底第一句居然问个没有编辑的话 方寒也没有料到 人黄底问新魔老人的第一句话 就是玲珑先尊 按照道理 最少应该是询问一下 愿望果实这件争抢的宝贝 人黄底 你果然是慧眼如炬 一眼就洞穿了此次神族大劫中的关键任务 玄黄大世界高手 虽然多啊 但能够成为中流砥柱的人只有一个 不是你 也不是你身边的那个小子 更不是太一门 而是玲珑伏地的玲珑先尊 新魔老人一愣之后 看着人黄底 点点点头 眼神中闪出了一丝佩服 他现在修为如何 人黄比手指有节奏的弹动着 似乎是在推算 或者是在封锁着什么 他现在的修为 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深不可测 在夺取混原无极途中 无极舍利的时候 我还能够稍微的找出他的一些行踪 而现在 他已经真正的和大道融洽 领悟大罗奥妙 自在之真谛 新魔老人说话之间 语气表现了对玲珑先尊极高的推崇 但是也看不出玲珑先尊现在到底是什么级别的修为 是天仙神仙甚至更高 嗯 他是得到了鸿蒙道人传承的人 这次大劫对付神族之中的神帝 朱新谷还是他 可恶的是 太一门的人居然拖后腿 看来 仰外必先安慰 这样 咱们一起去见玲珑先尊 先把太一门的天仙使者给当场斩杀 任黄比突然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意见 斩杀太一门的天仙使者 新魔老人眉头微微一皱 我们的实力应该是够了 不过仙界那边 仙界 仙界又如何 仙界有仙界的规则 越是强大的存在 越难以下来 只能用意念投射 任黄比冷笑道 不然的话 仙界早就把龙族佛门给灭绝了 甚至给神族一重创 还会任凭这三大势力如此的发展 斩杀不斩杀天仙使者 另当别论 不过仙皇比 你既然肯和我联手 那是最好不过 我们的力量 在这次大劫中算是薄弱的 分则弱 巨则强 正好我夺取了愿望果实 可以凝念修为 而玲珑先尊 进入过一次鸿蒙逆藏 现在虽然不能够再进入 但如果有愿望果实 凭借这次大劫中 玄黄大世界的本源承认 还是再有希望 能够进入其中的 心魔老人道 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咱们立刻就动身 两位前辈 请稍等 方寒看见人皇比 心魔老人就要走 立刻上前道 嗯 人皇比停留住着脚步 黄泉宝库 这里诸多人物都在寻找 万一被他们寻找到了 岂不是所有的心血 都毁于一旦 两位前辈 不如和我一起 先打开黄泉宝库再说 方寒道 黄泉宝库还没有到出世的时候 那苏秀一得到了 齐玉还有齐人的帮助 居然吞噬了帝皇叔 气凌的转世之身 现在已经和帝皇叔 开始融合 把整个黄泉魔宗 都隐藏了起来 心魔老人道 我也找不出 他的任何蛛丝马迹来 什么 他吞噬了帝皇叔气凌的转世之身 方寒之一惊 可是非同小可 帝皇叔气凌 是刻着住苏秀一的一打一掌 他曾经也要去寻找 九鼎先尊 说是知道下落 但后来是欺骗 苏秀一的背后 有巨大势力支撑 你要小心 心魔老人道 不过 你的修为应该是超越了他 他现在就算用帝皇叔 也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他在飞速成长 在这次大劫之中 如果能够支撑下来 他的好处 应该可以得到最大 因为帝皇叔 本来就是玄皇大世界的 本源之气 他得到本源的成人更多 当然 你也不用担心 你是天纵奇才 现在只差一步 就可以渡过仙界雷法 成为虚仙 不过你的仙界雷法 难以想象的严重 你自己现在就应该准备 积蓄力量 以免在大劫之中 灰飞烟灭 方寒 你不要掉以轻心 人皇比道 你体内世界 已经融合了造化神器的残片 一旦渡雷劫的时候 这一丝气息 很可能会传播到仙界 引起一些强大存在的意念窥视 比如复仇之矛 失落之剑 这些亡品盗器的虚影 会再次来斩杀你 什么 方寒一惊 这么说 我的雷劫 是最为凶险的一次的 可以这么说 心魔老人道 你是修炼奇才 我纵观历史长河之中 也找不出几个 比你修炼得更神速的天才来 赤渊 魔尊都对你赞不绝口 他托我来交给你一件东西 说话之间 心魔老人把手一挥 一团魔球之中 出现了亿万天魔豪酷的声音 方寒一看 其中足足有四亿八千万的天魔 其中魔王 魔神都有无数 尤其是这些天魔 和一般的天魔不同 眉心之间 都有一个乌黑的古朴 俯形虚影 似乎是一种标记 方寒 这四亿八千万天魔 你别小瞧了 都是古天魔 神族制造出来的第一代天魔 力量最为强大 是真正的杀戮 掠夺寄生的机器 心魔老人 似乎都对这团魔球中的天魔 有一些赞叹和不舍 不过 他是何等人物 就算是最为珍贵的宝贝 也要遵守承诺 古天魔 人皇比看的这些 眉心俯形标记 不由得点点头 的确是古天魔 只有古天魔 才有那造化神奇的印记 这些古天魔 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 谁能够豢养一批 对于任何魔头 都有震慑之力 是原魔尊 居然能够把这些古天魔给你 可见对你的心奈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 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听85.com 持愿魔尊对方寒小友 也赞不绝口 心魔老人笑笑 人皇比 你也不对他更青睐吗 看来 是看中了他的潜力 想到仙界图谋大事 不错 我们的心思都一样 仙界 才是我们的最终战场 人皇比看着方寒 把古天魔 收入了八部浮屠之中 再次度化 浑身筋芒缠绕 脸上就显现出了笑容 好 还过几天 先到大会就要召开了 到那个时候 太医门会进行清洗 而且我们也会有大动作 你先回羽化门准备一下 是 前辈 方寒一面暗暗度化 四以八千万的古天魔 一面答应道 对了 心魔前辈 那赤元前辈 这次也会和你们联手吗 他的一门魔宫 还没有修炼成功 一旦修炼成功 就可以横扫人间 但是 我想也应该快乐 会在这次大劫之中出现 心魔老人闭绿的眼睛如鬼火一般 这次大劫虽然危险 好处却也多多 不过说来凑巧 我们这些人的联手 无论是玲珑仙尊 还是人黄笔 还是耻元魔尊 还是我 都是因为你这个小子 才能够联合在一起 所以 他是大气运者 人黄笔身体一动 人便消失在冥土之中 心魔老人也同时消失 只留下一次话语 方寒 我们不能守护你 你必须要自己成长 在以后 希望你能够超越我们 我一定 方寒暗暗道 这些天魔的力量 真是强横 八部浮屠之中 度化古天魔的诸多人物 都惊叹起来 尤其是木道人 只看见八部浮屠 诸多空间中 一头头的古天魔 稍微一动 眉心斧头标志 就开始震荡 全身笼罩在一片片 乌黑的古质铠甲中 战争杀伐的远古战神气息 从这些古天魔身上 显现了出来 古老的天魔 神族低代的战争机器 始祖圣王 亲手制造 威力无穷 天生强悍 就算是最为普通的古天魔 力量都比许多魔王强横 稍微一度化 这些古天魔 全身的乌黑光芒 就变成了暗金之色 如佛教之中的护法明王 强大的怨力缠绕出来 对了 方寒 我们第一次去五星之地 那些抬一门的金丹弟子 宋为一 赵玄一斩杀的那些天魔 并不是这种天魔 如果是这种古天魔的话 金丹弟子早就死了 严突然说道 也许是普通的天魔吧 持元魔尊前辈 号称四以八千万天魔的统帅 肯定是这些古天魔之中 魔王级别的存在 有三十六万头 金丹级别以上的魔王 有六万头 而长生秘境的魔神 则是有八百头 其中有一头魔神 居然是混动秘境的强者 这头古老的天魔 头顶上长着真灵骨刺 身高千丈 似人非人 似兽非兽 居然比枯荣真君都要强大 甚至有一些接近的 修炼善恶二心大佛法的极乐和尚 其余的戒王井魔神 一共有两头 另外的就是天卫井魔神 造物井魔神 更多的是不死之身 和万寿井的魔神 这些魔神 比一般的魔神 不知道要强大多少 古老而寿源悠长 生命力极其旺盛 方寒度化之后 古天魔齐声泛唱 佛光死射 怨力成龙 都沉淀在八不浮屠的身处 作为将来晋升的力量 这四亿八千万的古天魔 比我当初四十亿的天魔 都要强大得多 产生的怨力 也大得多 方寒心中暗暗道 最起码 都相当于百亿普通天魔了 现在 我是继续搜寻苏秀一 还是回羽化门 他一面思索着 调整力量 一面在更不明土之中 孤独地行走着 方寒心中思考 到底要不要去寻找黄泉宝库 不过现在 人黄比 新魔老人都离开了 如果自己遇到五大世界 精英联盟 必死无疑 逃跑都逃跑不了 不过 苏秀一居然如新魔老人所说 吞噬了帝皇叔的 麒麟转世之身 现在实力大尽 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隐藏起来 新魔老人这等高手都无法发现 你自己的实力 那肯定也无法发现 黄泉宝库居然都被他隐藏了起来 方寒 你放心 就算苏秀一把黄泉宝库隐藏起来 但是 没有黄泉图 他永远也无法打开 只有他集中的十枚钥匙 再用大轮回术 催动轮回之盘 才能够打开 所以 你不去找他 他也会找你 到时候 你就一把捏死他 而且 他救过几天 要和应先天决战 在磨刀圣山 苍山之上 到时候 你把两人一起捏死 言嚣张地叫道 不错 在仙道大会的一天 苏秀一要和先天大地决战在苍山 到时候 所有的魔道修士都有可能去观探 不过 现在几乎是所有的魔门修士都搬走了 会不会回来 还是个未知数 也不知道苏秀一和应先天 能不能够打得起来 方寒一面心中思索 一面道 肯定会决战 应先天 这个人其实清高气傲 最近又突破到了戒王境 而且 他隐藏十分之深 先天算术 能够把握极凶 如果他不迎战 恐怕面子都要被丢光 星主又从黄泉图深处出来了 他是目睹了方寒 人黄笔 心魔老人大战 五大世界精英联盟 都是心中翻天覆地的震撼 虽然他出自无极星宫 见识过大场面 但是 面对眼前的这个场面 却仍旧是没有看过 他修炼到了戒王境 自负是绝顶高手 但是和方寒一比 弱小的可怜 人家是可以度化虚仙的强者 在八步浮屠之中 现在还有两尊虚仙 玄无辜 宇文基 在其中虔诚的归一呢 在以前 我觉得群星们和羽化们联合 是一招险棋 但是现在 却正确无比 有了人皇比 心魔老人 池渊魔尊 玲珑仙尊 这些人的联手 我们的势力 一下就膨胀到最大了 新竹也越来越觉得 前途一片光明 也许 这次真的可以从大劫之中 获得好处 突破梦寐以求的境界 也说不一定 那好 我们就先回羽化门 着手准备先到大会的事情 这次我度化了两大虚仙 自身也突破到了混动影 就算是一个真仙 也能够抗衡 我的整体实力 就相当于太皇天 我就不相信 有谁还敢和我们 联合去捧台门的臭脚 当然 希望这次 能够顺理击杀天仙使者 方寒也觉得 前途一片光明 有人皇比 心魔老人 玲珑仙尊 赤渊母尊 这些太古大能联手 天仙使者 也都能够顺理击杀 甚至 按照心魔老人的口气 要不是顾忌仙戒 或者是永恒神儒 玲珑仙尊义人 都会击杀仙戒使者 仙戒使者一去 形势自然是一片大好 现在 方寒的实力 可以抗衡真仙 也就是说 羽化门和太一门对抗 他可以抗住太皇天这尊大能 只要一抗住这座大能 羽化门加上群星门 再加上两大虚仙 的确是有希望和太一门抗衡 方寒心思旋转 一定下来就要回去 再次和风白与商量 风白与此人深不可测 虽然现在方寒的实力完全超越了他 但总感觉他的潜力不止于此 真正浩瀚的力量还没有爆发出来 一个亘古的封印还没有被打开 而且他很有可能懂得鬼斧神功大仙术的真正修炼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 永生 第477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